无边的各种圆满的方法 口才也好 安住在悲心空性的 然后呢 去劝人家 超越动苦 第六 宋慈大悲神咒者 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 若不裹碎者 不得为大悲心 托罗尼也 为除不善 为除不自成 也就是说 念大悲咒 你这一辈子所有的愿望 都能够满怨 所以才叫大悲心 这个妈妈不可能 不满儿女的愿 只要儿女讲的是对的 需要的 爸爸妈妈都会想办法 但是如果 你要做的是不善也 我念大悲咒 希望我开个养猪场 希望我去怎么那不行 再来是不自成 你内心信心不够啊 所以 也没办法埋怨 只要你有信心 而且是个善业 最后要有信心 你儿子不吃素 你希望他吃素 你不要烦恼 记住 永远记住这句话 我们要帮助别人之前 你不能有烦恼 你不能用烦恼心来念佛 当然你儿子生病 你很担心 但是 我在念大悲咒 念阿弥陀佛 诵经 我就很专心 这样产生一个很好的力量 你更需要这个很好的力量 来帮助对方 所以你只要很专心认真 念大悲咒 第七 若诸女人 厌见女生 欲成男子生 诵此大悲 托罗尼章句 若不 转女生 成男子生者 我誓不成证诀 生少疑心者 必不裹碎也 这个有两个讲法 一个是下辈子 一个是这一辈子 当然如果在正法的时代 那真的有可能 或是你那种圆满的大悲心 只有你自己知道吧 但是至少来世可以转 但是各位你一定要相信 因为我们自己 在这个末法 没有办法看到相信 因为五浊二世 离佛越来越远 离正法越来越远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 但是大悲咒的力量 一定有办法 你不能怀疑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障碍 就像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都在头顶 是我们自己的障碍看不见 并不是阿弥陀佛 没有来加持 第八 若诸众生 清损常住 领食财物 千佛出世 不通忏悔 各位记住啊 在家出家 你到寺庙去偷拿出家人寺庙的东西 这叫华守经说 堕落地狱 千佛都没有办法救你 所以我们受疤患灾界 第一条就绝对不能够 侵占 偷盗 常住物 生邪物 所以 如果有人这样做 一千尊佛出世都没办法 消你业障 众忏亦不除灭 就算你忏悔 也消除不了 但是 你想想看 经诵大悲神咒 极得除灭 千佛没办法帮你除灭的 大悲神咒可以让你除灭 所以各位 我们还担心什么 我们没有造这么大的恶业 所以要对大悲咒有信心 所以后面 念下来 若清损实用常住饮食 财物要对十方师 颤泻 燃死除灭 二 惊悚大悲陀罗尼时 十方师 即来 为作证明 一切罪障 息皆消灭 一切 十恶 忤逆 犯人 犯法 破灾 破戒 破塔 坏事 偷生其物 污尽犯行 如是等 一切恶业重罪 息皆灭尽 三 唯除一事 宇宙生一者 乃自小罪 清业 亦不得灭 何况重罪 虽不及灭重罪 犹能远坐菩提之音 所以 你念大悲祖 十方佛 都来跟你证明 一切罪业 消灭 在第二 十恶 忤逆 杀父母 这种忤逆罪 毁谤人 毁谤法 破戒 破灾 破塔 把佛塔给消灭了 把寺庙给消灭了 偷藏住物 乃至呢 你强奸了 比穷你啊 污尽犯行 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 息皆灭尽 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罪 这里面写的罪 才重的罪了 没有吧 但是 如果 你有自诚心 来念诵大悲祖 一切都可消灭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念 你说我又没有饭 你干嘛念 你 你太不慈悲了 这个世界犯戒人多少 所以大悲祖你要想的是 为众生 这个越末法 你越要念大悲祖 因为这个末法 毁坏活塔 伤害出家人 乃至出家人自己破戒 天天都在发生一样 所以更要念大悲祖 来净化这个世间所有的恶业 但是 如果你对大悲祖怀疑 不是光大悲祖 很多人对咒语没信心 很多人对咒语没信心 反而打着所谓 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没有错 原始佛教也是佛说的 但是不能对咒语没信心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很多人对大悲祖有信心 但对藏传佛教在传咒 又没信心 怀疑 那这样也不行 所以如果你对一切咒 乃至有挑衅的分别 这个我相信 那个我不相信 对你来讲不好 不然的话你念一个小小的罪业 你都没办法灭罪 何况是重罪 但在后面说 虽然不能 你虽然信心不够 但至少你念大悲祖 也种下未来成佛的因 第九 我们念一下 若主人间 宋慈大悲心咒者 不受十五种恶死也 其恶食者 一不令其饥饿困苦死 二不为家境仗处死 三不为冤家仇对死 四不为君政相杀死 五不为豺狼恶受残害死 六不为毒蛇元蝎所重死 七不为水火焚飘死 八不为毒药所重死 九不为孤独害死 十不为狂乱思念死 十一不为山树癌案罪弱死 十二不为恶人厌寐死 十三不为邪神恶鬼得辩死 十四不为恶病缠身死 十五不为非分自害死 所以各位要与大悲心 为所有痛苦的死亡 念大悲咒 不能光想自己说 我念大悲咒我就不会饥饿困恶 你一定可以得到 但是大悲咒是为了众生 不管在什么地方念大悲咒 希望这十五种不好的 包括自杀 都不要发生 乃至发生的都可以超度他 所以被水淹死了 被火烧死了 被毒药重死了 被放鼓毒而死了 神经病而死了 乃至现在很多人在 自拍自拍 哦 掉下去 报纸天天有 那个地方你要去念 超度他们 以后任何人再去那个地方 也不会掉下去 因为不畏狂乱思念 乃至不畏树癌暗罪落死 等等 所以各位要有信心 前面讲了 如果你怀疑这个咒 这个功德 那你来念就没有 你不怀疑 你会全然的把观音菩萨的力量 展现在那个地方 那你当下是不是佛啊 念佛即是佛 持咒即是佛 诵经也是佛 就是要你很信心了解 我讲的是 心相信佛就是佛 视心念佛 视心做佛都可以 你要当下 虽然我们还没有圆满成佛 但是这个信心就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出来 这个比较重要 这样去读诵 咒语 翻过来 十五种善生 我们要边念 边讲发言 来 当愿众生 得十五种善生 我所到之处 皆得善生 因为你在念大悲咒 你走到哪里 要把这个力量带到哪里 好 念下 宋慈大悲神咒者 得十五种善生者 一所生之处常逢善亡 二常生善国 三常之好时 四常逢善友 五身根常得聚足 六道心纯熟 七不犯境界 八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九资据财食 常得丰足 十恒得他人 恭敬福皆 十一所有财宝 无他解夺 十二意欲所求 皆稀撑岁 十三农天善神 恒常永畏 十四所生之处 见佛闻法 十五所闻正法 勿胜生意 若有颂慈 大悲心 陀罗尼者 得如是等 十五种善生也 一切天人 因常颂慈 五生懈怠 天上的神 世间的人 各位多念 因为就可以把 十五种饿死 不管你怎么消除 让所有众生 得到十五种的善生 那我想每一个法门 只要你有信心 你都会觉得 很乏气充满 而且相应于 对方 这个环境 这个人事物 需要什么 我这个人生病 你可以为他念 药师咒 你可以祈求 杜姆加持他 你可以为他念 准提咒 你更可以为他念 大悲咒 只要你有信心 而且 最好你还了解 对方相应于什么 这个人是念 杜姆的 对不对 这个人是 准提咒的 这个人念 阿弥陀佛的 你更为他念 因为重点 一级一切 讲的是 你的信心 圆满的发心 动机 你来念 那每一个佛 显现不一样形象 但佛的功德是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 请翻到后面 我们中间 麻烦各位自己看 把大悲咒的一些功德 用大家来念 一遍大悲咒 好不好 请翻到 三十五页 各位已经念了几遍了 但是 但是各位以后 比赛 看谁念得最快 好不好 但是希望你的心 就展现悲心 就像飞机飞上来了 随时都在利益众生 大转法轮 所以我常讲这个故事 各位你都听过 有一位老菩萨 我刚出家两年 我们教他们念大悲咒 给他解释 他就背下来 背下来 他快来过往生 他女儿来看他 谁叫他还起来 就那么 保证往生的 他不着世间法 我去看他 也是那么 这样一直念 念到没有气 因为他对大悲咒的信心 所以 当然各位 各种的方法 来让自己 不离开佛的心 所以我们再念一遍 三十五夜 起手观音大悲主 愿力红生向好生 千倍庄严普护时 千眼光明片观照 真实与众喧密语 无畏心内起悲心 树令满足诸需求 永始灭除诸罪业 龙天圣众同慈护 百千三昧顿熏修 受持身世光明床 受持心世神通脏 起酌成老愿济海 超正菩提方便门 我今生世归一 所愿重新息圆满 那么大悲光